市场上买了点五花肉 咱们今天简单做个红烧肉 看一下 这五花三层 这个肉质偏晶莹剔透 像这样的猪肉 就是早上现杀的 咱们把五花 切成这种小块 麻将块大小 接下来咱们把五花 给它焯一下水 然后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给里边 稍微来点料酒 然后咱们把葱 给它切成小段 咱们把姜 给它切成小片 水开以后 咱们稍微打一下浮沫 浮沫撇的差不多 咱们把五花给它捞出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然后来点冰糖 简单炒个糖色 咱们把糖色炒至枣红色冒泡 然后把葱姜蒜 简单给它煸炒一下 咱们把五花肉给它下边 然后给它简单煸炒上色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生抽 给它搂出 继续给它煸炒一下 接下来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来几个干辣椒 然后八九龟皮香叶 给它下到锅中 再给里边稍微来点盐 咱们给它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 接下来咱们贴点葱姜末 然后把葱 给它切成葱丝 把它拍碎 来两个干辣椒 接下来咱们把豆腐给它切成这种小金丁了 刚才这个没路上啊 忘点拍机见了 然后找一块这个金五花肉 用不了这么多啊 有这么一小块差不多了 现在它切成丝 咱们把锅里边这些大调料给它剪一下 再加最少二十分钟 这红烧肉差不多啊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搁点盐 它就搂出 把豆腐给它下里边 小火把豆腐给它煮上两分钟 豆腐煮了两分钟以后啊 咱们给它捞出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三五成热啊 咱们把这个肉末给它下到里边 小火咱们把肉末给它炒出来 炒香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这个葱蒜末干辣椒 小火咱们给它继续煸香 煸炒差不多啊 咱们给里边来点生抽 然后给里边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这个提前豆瓣酱 来点火锅底料 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把煮好的这个豆腐给它下到锅中 来点花椒粉 来点大料粉 然后来点辣椒粉 稍微再来点十三香 来点鸡精 给它简单锅煮一两分钟以后啊 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这个水淀粉 水淀粉分 两到三次咱们给它锅入其中啊 对红收入啊 哈喽哈喽大家好 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哇 先来一块来一块 哇 嗯 这种酒味的味道啊 咱们今天的 这红烧肉啊炖的还是不够辣 火候上差点意思啊 好处有点多啊 今天色多少有点重啊 哇 不过还超级完美 其实今天多少有点心急了 哇 我要来点菜 果然酸爽 咱们再来一块肥点的 今天这个五花炖得真正合一 咱们的蒜都没用上 咱们再来上一块 沙均补 现在咱们再来两块 然后来点这个麻婆豆腐 再来点烂盐菜 米饭必须干谁干谁可爱 喂 不得不说啊超级爽 这麻婆豆腐还挺辣的呢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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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今天花了48 简单买块小五花 很多朋友留言想看板子肉了 OK今天咱们安排它 咱们先准备点葱段 用写刀给它切成小段 接下来咱们把姜 给它切成片 然后咱们给里边再来点蒜 然后来点干辣椒 这五花还算蛮漂亮吧 咱们给它烫一下后边的毛 咱们把猪皮上的毛 给它简单的烧一下 哎呀 不久就烧到了一个奇怪的猪脊 不好意思 有所冒犯 然后咱们把猪皮拿小刀 给它刮一下 接下来咱们把五花给它切成小片 哎呀 这一块切得多少点粗了 我让老板给我来点五花 结果给我来的两花 但这晶莹剔头的肥肉 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引诱 然后咱们把肉给它下到锅中 给锅里边来点八十斤自来水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料酒 水开后咱们把这个浮沫给它撇一下 水开后咱们把这个浮沫给它撇一下 然后准备一个小碗 咱们给里边来一勺黄豆酱 来上两勺吧 来点生抽 稍微给里边来点可乐 然后给里边来几个腐乳 稍微来点蚝油 然后来点鸡汁 搁点十三香 然后给里边来一勺盐 八角桂皮香叶 草果肉扣给它下边 接下来咱们给它搅和均匀 这样可以使它们的水分充分中和一下 然后咱们把洗干净的这个五花给它下到锅中 咱们小伙给它慢慢煸炒出油脂 咱们最好是小伙慢煸 把红薑蒜给它下里边 简单给它煸炒一下 然后炒香以后 咱们把这个提前调好的酱料给它下里边 然后把酱料的碗拿水涮一涮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盖盖咱们小伙给它炖上两个小时 接下来咱们切点蒜片 然后咱们准备点辣椒段 再放点蒜片 然后咱们给它浇上这个滚烫的热油 然后来点粗辣椒面 来点细辣椒面 然后把蒜片全部给它放里边 来点生抽 来点蚝油 然后来点香菜 搁点盐 稍微来点味精 你们别说这黄瓜经过拍打以后 这释放出这个庆人心脾的这种清香气 然后咱们把提前调好的酱料 给它淋到上边 然后咱们戴上手套 给它抓拌均匀 来一抹香菜 点缀一下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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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点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啊 哇 黄瓜不错 咱们来一块 藕花 咱们首先选中间一片 哇 整个盖到饭上啊 来一块 哇 超级烦 来一块这个 派黄瓜 接下来咱们来一个大火 这一片下去啊 就超级满足 哇 这一块啊 有我半个脸这么大 蛮就是 那要吃 哇 这叫八糟 神龙 金蛋 据 神龙 这叫白 要不想撒 我没有见过 嗯 接下来咱们再来一个比较给力的 这一块 这一块肥肉较多 咱们再来咱们再来咱们 大的肉虽然炖的极致软辣 但是吃多了多少会感觉有点油腻 正因为它这份淡淡的油腻 有着属于它独特的魅力 这脚超级棒 接下来咱们再来一个大的 这块肥肉身姿极其曼妙 吃多了 吃多了 这个肥肉的真健康 质的 脂質 质的 追爽 酱 组织今天的菜系特别下饭 还没有盖米饭已经不在 接下来再来一块差不多吃饱了 点汁不要太爽超级攒劲 吃饱吃了 吃饱了 感谢大家收看 祝所有看我的视频朋友 都能天气开心 拜拜 明天见 今天搞点五块肉 咱们简单吃一个 我的传众菜系 红烧肉 首先咱们把五花上的毛给它咬一下 咱们先把五花给它切上一半 咱们先给它烧上一块 烧成这样差不多 家边没有小刀了 咱们直接就拿菜刀给它刮 你们别说啊 也许我这心灵手巧啊 就拿菜都刮着 依然很干净 对 接下来咱们把五花给它切成 豆腐块大小的一个方块 先把五花给它切成小条 然后改倒成小方块 你们别说啊 你们看肉这个纹路啊 还蛮漂亮的 这是我们本地的土著啊 相对来说比较实在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切点葱姜 葱给它切成长长的小段 然后咱们把烧好的五花给它捞出 哇 首先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一点点油 然后给里边来点冰糖 咱们简单炒个糖色 把冰糖炒至融化 早上再冒泡 先开始小泡 然后小泡变大泡 然后大泡变小泡 这时候咱们把鸡仙追过好葱姜蒜给它下里边 简单给它煸炒一下 激发出葱姜的香味 炒香以后咱们把五花给它下里边 咱们给里边来点生抽 这是我抽 再来一点这个美极香酱油 然后咱们给它简单煸炒一下 稍微来点生命的圆泉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盐 然后来点八九桂皮香叶 给它下里边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这个牛肉粉 一下鲜 然后来点红薯米 然后盖片 大火煮开锅以后转小火 咱们给它慢炖两个小时 接下来咱们摘出两个超好的五花肉 给它切成细丝 然后接下来咱们切点这个蒜片 准备一块姜 然后咱们也切点姜片 然后咱们把青红椒 也给它切成鞋刀小片 也给它切成鞋刀小片 然后咱们一块土豆 给它切成丝 然后咱们反复地把这个土豆丝抓起几遍 把淀粉给它抓出来 炖了一个半小时以后啊 咱们把这个里边的大调料给它剪一下 水开以后啊 咱们把土豆丝放到锅中 烫得差不多啊 咱们给它捞出 放到冷水中 然后热锅凉油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然后咱们把这个五花 肉丝 然后把蒜片姜片给它下边 简单给它煸炒爆香 然后来点青葱 然后咱们把土豆丝给它下边 来点香菜 生红椒 稍微加点盐 然后泡一点香酥 好了好了大家好 我现在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我已经迫有期待了 红烧肉还是颤颤为为的 先来一个这个吧 先来一块这个 这块 这块红烧肉 极致丝滑 酸 好幸福啊 这个酸辣 已经极致酸辣了 然后咱们肥瘦相见 相当给力 嗯 嗯 酸炖的极其辣火啊 但瘦肉方面 多说有点柴 可能是肉质不太行 吃肉不吃蒜 相当于看视频没点赞 嗯 我今天红烧肉的块确实是大 哇 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一个肉块 嗯 相当于我的一个鼻子这么大 而且你们看一下 这个造型是不是毫无违和感 哇 感觉我们像失散多年一样啊 哇 我这么一看 哇 这块红烧肉简直像一个艺术 给大家看一下 哇 五花三层啊 肥瘦相见 简直超级完美 嗯 简直非常好吃 接下来咱们来一个这个土豆丝吧 这个土豆丝多少一点显得黯然失色啊 稍微再给它来点这个红烧肉的汤 嗯 哇 爽 嗯 这个感觉还是挺棒的 红烧肉配酸辣土豆丝的这个黄金组合 还是比较完美的 嗯 这土豆丝酸辣爽脆啊 完全化解了这个油腻了 嗯 嗯 嗯 满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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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对了 你们知道搞笑女为什么不配拥有爱情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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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